没事 行 你眼里我非常接受 你儿子我也接受 你儿子我也接受 挺好你儿子 不能不饶你 忠不饶你 放心 就不用担心 保证要爱 既然咱俩活着 我就对你负责 是能接受就接受 不能就变灭成自己 那你现在对我满不满意 行不行 大妈相亲条件如洪水猛兽 你放唱吧我登场 大爷单纯 没有心机 全程帮大妈染发和洗头 结果大妈左挑右选 大爷却傻傻的妥协解释 最终大妈是否满意呢 大爷你还想问大妈啥 难道你不觉得委屈吗 这太好看了 那个洋奶光家在哪啊 洋奶光 少奶光 所以少奶光 就这点啊 这儿呢 哎呀 说说说 你好你好 哎呀妈 节目还没开始呢 红娘上来就把养奶喝光了吗 大爷不叫养奶光 名字叫少奶光 68岁 离夜 两个孩子已成家 月收入三到四千元美元 地租收入两千元每年 家住长春市平房两间 来来来来 过来吧 对我家 妈咱这小院太好看了这块 今天想要去 圣旅西农村是两吗 我那里有你接着水库吗 哎妈太好看了 我这过来我这一瞅 这这不就是西农村吗 来来来来去进屋吧 妈这边这么大呀 就是理发呢 下屯 谁提的我就打电话 打电话咱就去 流动的 流动理发 上门服务这种的 你这屋也那啥呀 那有来上我家的 有来上我家就在这提 没有上我家的我就下屯 那咱老家就是这儿的 我就是一直搁这儿 我就是我的老家 那咋干上这活的呢 另外活的完了 我就俩孩子嘛 一个四岁一个六岁的吧 那孩子完了 我就我对我对这方面 我就擅长一点爱好 我就骑自行车 我就提升这就下屯 正在跟外甲的孩子 这是全家 这是全家屋 这是那个孙子 这是外孙子 这是儿媳妇 这是姑娘 这是姑娘 这一大夹子 真好 邵叔凭借着精湛的理发手艺 养育了两个孝顺的孩子 如今孩子们已经在城市里 展露头角 各自拥有了自己的事业 为了回报父亲的心情养育 他们在城市被父亲 购置了一处舒适的住房 希望能够让父亲 享受晚年生活的舒适 有何安逸 有北湖有楼 要往处 儿子给你准备了一套房子 对 你冬天啥子 可以上那边生活 对对对对 你咋不去呢冬天 我这家不活嘛 我是事业心强的 他要我去 我到那没去收入 他不把我呀 那咱就是现在 咱没有退休金是吧 没有 没有 那咱就现在主要的生活 就是靠这个手艺 那将来说是真是有一天 三不干了的话 咋办呢 不干了 有得继续 二三十万 嗯 那也够了 就养活老伴能够用 即使少叔 现在还在干活挣钱 一是因为身体好 有精力 二是为了将来 能给未来老伴 更好的生活 别再因为经济问题 和老伴产生分歧 他不想再让过去的经历 重蹈覆辙 就是我感觉 他瞧不起我 就是感觉 我爸也在农村的 孩子都农村 在一步的时候 不会落 也不会挣他钱 就是打工挣钱 人家瞧不起 人家就能一概率了 人家的情况高了 完了他有外遇了 我说你跟我过年 你就是说 就是忠于我 这样我就离婚 就这两个论 就拉到有些离婚 我还又说一个 说一个 替我笑 把脸没养住 我都讲明白了 我说你可别 我都第一次失败了 让我伤心 你可这次你可别 他算命还是 他说那姥姥和主棍 我领着你 我不能扔你 那都白扯 白扯 最后还是狠心 把我抛弃了 两次失败婚姻 这俩都过多少年 那个七年半 这个过三年多 自从那之后 少叔不再像以前那样 向他人敞开心扉 而是将全部精力 投入到赚钱中 他一直等待着 实现自己的梦想 拥有足够的经济基础 才能够开始考虑 自己的感情生活 现在他已经具备了 存款和稳定的收入来源 可以在田园中享受生活 他认为是时候 为自己寻找一个伴侣了 温柔一点 善良的 长相我有点 也还是行 怎么样 不是那么暴躁的 性质就行 我感觉 值点的幸福 值点的幸福 信仰好 心肠好 一起吃一起住 那是最理想 最幸福 我感觉 越平等越幸福 郑珍 62岁 丧欧 打工收入2400元每月 有两个孩子 女儿已结婚 儿子被婚有房 居住长春深 住房面积62平米 曾参加过我们相亲节目 丈夫去世后 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20多年 现在在地产公司做保洁 之前相亲成功 但最终未能继续交往 不知道他现在的感情状况 是什么样子呢 最终这段时间 一直没在找啊 没有啊 那啥呢 这不就是 把我这一生呢 给了那原来不晚吗 不就是 那些自我标准 有没有啥变化呀 有啥标准呢 就是我就心思啥呢 为什么也得找个啥呢 不能在这里蹲着的 就得找个啥呢 或者是有个退休金的 或者是还能在外头干活的 不能说是在这里 刚刚在这里 就是流流大大的 早上的我不稀罕 因为啥呢 我就是干活的人 得找个能干活的 有手艺的呗 是不是啊 那手艺的也行 啊 那太好了 那我这书正好符合这个要求 一会儿给你瞅瞅去 行 那啥呢 你就是看元气了 那还没收拾 那我给你收拾收拾 啊行 那我就洗脸了 啊啊啊 不停花 你看一眼 我画了 你看看行不行 我再给你调调 我再给你简单调一调 刚才有点调了吧 是不是 还没花嘛 那你画了 你看看行不行 不然你自己再调 你自己再洗好来 你看看行不行 成功不成功不再有这样的 哈哈哈哈 他们从他家 那一会儿这是他家院 嗯 那一会儿就是大水库 嗯 看着了 像不像院 像 这种的可好了 那这结合真好 有啥有水 来吧来吧 欢迎欢迎 俩人先互相介绍一下 那我姓邵 我叫邵哪个哥 我姓郑 叫郑郑 我今年六十八 我今年六十二 熟虎的 对 我今年六十八 年龄我非常接受 哎呀 年龄我也接受 哎呀 哎呀 年龄我也接受 哎呀 挺好我眼睛 第一样行 长得行 不发型吧 挺着眼 他这个善变的感觉 笑面还善变 啊 性格好 温柔 我感觉 你看这个 我我养那时候都不接受 就看一样 就对我姓这么高的评价呢 不是说话是说的 我这鼠吧 他有地 但是地现在不是 那个租出去不整了吗 啊 然后他现在就是靠给人的就是流动理发 你知道不 知道 啊 就谁要剪头发了 找他上人家 你剪的 就门口那个摩托嘛 你看我说 他招回来 刚才又剪几个头发 这个 又剪仨头 就这个 他在他剪这个头发 在这十里八岁挺有名的 人干活也杀了 要我跟你说 一个小时剪仨头 不愧说的 不愧 哈哈哈 这个院里头 平时他不不种大地 就种点小地 自己种点苞米 菜啥的 那边做包米饭这边种小菜 你看看 这不都绿色食品吗 对 是吗 嗯 挺好 嗯 以你得不得意吃自己家种的这种菜呀 这菜不好玩呀 得意呀 我也是那么缺分呀 嗯 最后一老家在山东也是农村的 嗯 那我们对口 哈哈哈 是吧 都农村人嘛 他都实在嘛 哈哈哈哈 咱这菜都绿色的 嗯 没想到哪儿 啊 没想到哪儿 那身 还剩海 你想找多高的 那我得差不多嘛 那人呢 我看到 那比了我高不多少 我们家那口子一米八 可白了 啊 那个门呢 你说啥呀 拖牙呢 说来一种小菜 那我就没想着 我说 咱这个岁数找伴了 咱也不是为了传统接待啥呢 是吧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演员固然重要 但身高这事是不是虚微的可以往下放一放 你得先看看这人咋样是吧 嗯 嗯 先聊聊 咱先接我瞅不瞅啊 瞅瞅呗 哈哈哈 哦 成华都没事 那看呢 来来接来了 这又不是咋的呢 有前我叔那个家 也有人上他家来 来那个剪头发 嗯 然后这不整个小舱子开吗 是 这个地方都不负机会呢 没有 去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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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说呢 那棚子都是有问的 棚子怎么都怎么 都烈了 烈问了 嗯 自从正义和少叔相遇的那一刻起 他们的缘分就如同春日里盛开的花朵般炫烂耀眼 然而 正义对于少叔的外表家里的装潢并非完全满意 尽管如此 少叔仍然自信满满 因为他深知自己的魅力所在 为了抓住这份难得的机会 少叔决定主动提出为正义染发的建议 他计划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两人的爱情再次加码 一瓶时你都放哪染头啊 我呀 自己玩就 享受一下别人给染头的待遇 开业了啊发烂啊 你一月能中多少钱啊 一月三千左右 三千左右 高了还有三千多 还只有两千七八 赶紧说实话 能不中钱给我挂的吗 哈哈哈哈 那你看咋花 你这生活费我都能够恭喜你俩都能够 你正常花销都能够 为叔干这个行也干三十年了 对 妈说他剪头发 都找他 他头发这玩意 他这个月剪完下的月不还没长吗 那那啥呢 你这这会能干 说实话那啥呢 那也没有饶你 不能饶你 所以你都不饶你 放心 有儿子我还得继续 是不是这么问题吗 那五百块钱那也是继续 那五百块钱是继续 五十万也是继续 那谁知道多少呢 把这给我咋俩用 你就不用担心 我保证他还 这个东西没法说 如果说啥呢 你刚说有继续呢 你有没有老板 那谁得了病呢 那啥毛一万花花得六千呢 那那存款管啥用呢 那你都能管 能不管吗 有个是花个三万五万的能管 有个是十万宝袋的 够呛我看的 能管能够到吗 尽最大努力呗他说话 既然咱俩过了 我就是对你负责 我还跟你说 有个是有个是 有个是别的别人不敢说 有个是癌症的话 我又不能看过 那我又保险 那你这就是考验他的呗 这不就是说嘛 就他刚才说那话 你觉得咋样 那他说那话我心意 几个孩子 俩 一样一小 嗯 都在长春呢 没有 姑娘在山顿 儿子在长春 嗯 孙子多大了 没有孙子 还没出去相啊 那儿子没结婚呢 没有 多大了 大十一了 多了 大十一了 那你应该怎么结婚 你打差啥呀 人家就是不找呢 人家在回那九龙户的时候 人家就是不找你打整的 哦 那东西我说 小龙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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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不愿意教 有肉有吃 你就别拿成这个了 哈哈哈哈 说服饭头还挺细致的 那你老公是 是 是 您是啥情况 婚姻是啥情况 你老公吗 没了二十年了 二十年你没 二十年之间没找吗 我不找 二十年之间没找 没有 没找 没有 不死的孩子呗 哈哈 那可不容易啊 真不容易 怎么真感觉紧张 确实 她挺肯靠的 因为她这二十年的没找 一个能坚持能过 这个挺不简单 你说呢 是不是她这个 我感觉 挺能靠得住 嗯 烧的水啊 我烧的水 烧的水洗头 你看就是这样麻烦 咱们那个水分的勺呢 咱们楼上 都液水气了 咱开都是热的 这房子 别的地方没有啊 它有 在北湖还有一个房子 北湖那房子是里的 是楼房吗 是楼房 嗯 北湖那房子 虽然不是他名 但是儿子孝顺的那房子 是给他买的 我儿子一直在冬天 不要我的农村 要遭罪 冬天给农村下车 我爸我能牵手 我身体没抓病 我还能干 太冷了在农村 我能在农村住不了 对 你给你这个赶紧带过去 他说愿意给盖里的意思 我愿意给农村 还给农村害理发 这个也稍稍有点差异 熟的意思是想多剩点钱 对 但其实熟你 就你这个手艺 你这个活 其实我觉得 不管是那刀长春 还是咱咱存在里面 我感觉都能干 都能干的 是吗 我这个市场 找事儿了 我都可以 你看你回楼里 就算回市里住楼 一有手艺 对 不打碗 我一个山盖里可以送 我得找个别的活 我能调整 能变动 就是如果 我要是对他科技特别大的 我就随他走 两头住 一是农村下去得到团了 完蛋做下小菜 两头来呗 这个是肉呢 我挺得意的 因为啥呢 我呢 我那球呢 就像不想住平常 就是住了 那偶人说是下钱 为了那两份 为了为了政绩 回来也行 这个东西也行 那前面生活呢 我也不是没干过 因为我呢 就是肉身出生的 这个东西我不介意我 你咋子 你老伴是啥事情 都是离婚的 我都是离婚的 哪家还是离婚的 离婚还是不好啊 离婚的人 那不好骚扰我的事 离婚吧 我不是不错 都是人家外遇了 我不接受这个 完了 我俩就和平分手 我就说这是离婚的吧 有时候 实在是都离婚的时候 老伴也得来找他 你说那啥 都不敢告他吗 那怎么不可能呢 我那个 头一个吧 是三十年了 人家都找了 第二个我们有离婚书 人家是瞧不起我 根本都不愿愁我 还找我 找我干啥呢 人家人家人家人找 就不得找你 真的 我问你问题 为啥不瞧不起你呢 那眼睛眼眶高呗 我第一个 我不会说不会闹 不能挣大钱 人家喜欢这个 能说的 会闹的 能挣大钱的 有魅力的 特高的 咱们这都不行 人家后悔了呗 人家又遇到 比我强的呗 反正是我就不得意 这个离婚人家 我这个行事是啥呢 这离婚人家说实话 他不是说造物的时候 造物的时候 那啥呢 就是 尽心尽力的 陪满大后患事 你说这离婚人家 你说说 不管谁的原因 反正是 我这话反应 你就是 咱们话也不能讲 我这话也都说了 你自己要有疑虑呢 你自己要说的算 别犹豫 这个事不能勉强 别勉强 他就在介意这个我医护医 这个他不合他医 那没办法 那你刚才我说 我说 你自己要考虑 说能接受就接受 不能接受 别勉强自己 这么的吧 先给你洗个头 完了 也让我一考虑考虑这个事 行 给他点时间 师傅想 行不行啊 你想一想 完了一会再给叔打 不着急 我得休息 他得休息了 你还要养 你还要养 过去 你还要养 你还要养 我得养 你还要养 你养不着你 你放心 你养不着你 既然咱俩过来 我就得你对你复养 你两头住 两头来呗 那你现在对我满不满意啊 行不行啊 接触接触看看呗 从心里往外高兴 娱乐真爱 就是肢炎热 圆一块钱是吧 今天挺圆满是吧 不是一头也染了 然后呢俩也算有给彼此一个机会先相处一下的 那今天天有点晚了我们就先撤了好不好 然后接下来你们两个多长联系 然后好好相处 要熟没啥事的时候就像长联看着我一下 咱先撤 没事 好了感动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希望老铁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喜欢星空的给个关注点个转 下期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 现在我们下期就准备了